Hello, I'm Vivian 今次影片想和大家介紹一些我們搬家後用的家庭電器 這次我們搬家是完全沒有做任何裝修 但也有為新屋添置一些家庭電器 第一樣要說的就是門鐘 買了房子後我第一樣看的家庭電器就是這個防盜系統 我有想過要裝一些閉路電視、防盜眼、諸如此類 但當地的朋友就叫我們不要裝太多的東西 反而要留意我們四處的鄰居會不會裝很多這類防盜系統 如果人家也有裝很多的話 我們也可以裝相應的東西 但如果旁邊都不會裝那麼多這些防盜系統 我們就不需要裝太多的 因為整條街的人都不會特別裝這些防盜系統 反而只有你家裏裝那麼多的話 這樣反而更加有機會吸引到一些賊仔過來你家 所以我們最後就只買了一個無線的視像門鐘 為什麼我會特別選這個門鐘去買呢 首先就是因為有朋友用 我發現身邊有好幾位朋友 都有用這個牌子的門鐘 或者一些防盜系統 市面上有些防盜系統的設備 他們都需要收月費的 我現在買這一款是不需要月費的 這個門鐘的鏡頭解像度是真的挺清晰的 就算是晚上或是早上天未光 沒有燈的情況下 拍出來的畫面都不會是黑漆漆的 它是有兩個鏡頭在門中 前置式鏡頭主要是拍來訪者的樣貌 低角度鏡頭主要是拍地下的 就可以方便收包裹的時候看到那個情況 當它感應到有一個包裹放在你門口的時候 如果之後有人來摸你的包裹 它都會即時通知你 接著我就可以即時採取一些行動 我覺得它這個防盜功能都挺好的 另外因為它跟電話的APP是連接了 所以當我出門的時候 我自己都可以搖它去用這個門鐘 例如可以跟房客即時對話 或者某些情況我想立刻做一個錄影的情況 都可以在電話那裡交換 它是一個充電式的門鐘 就不需要入電的 充滿電之後它就大概可以用到3到6個月的時間 另外它是防塵防水 所以就算放在屋外面都完全沒問題 除了要留意家裡的安全之外 網絡上的安全我們都要留意 現在我們每天都會用電腦或電話上網 無論你是副劇、買東西或是瀏覽網站 其實我們都要保護好自己的私隱 以免被人追蹤或盜用我們的資料 VPN就可以幫你在網上隱藏自己的身份 令你無論在網上說過什麼或做過什麼 都不會輕易被人追蹤得到 另外VPN對我最大的用處就是用來看片 大家可能都知道Nespas或Disney Plus 某些影片都要是特定的地區或國家才能看得到 又或者好像來到英國的我 如果我是想上網去看ViuTV的節目的話 其實都要用VPN幫忙 只要按一個按鈕 它就會幫我轉回適合的國家或地區 然後我就可以暢通無阻看片 雖然市面上有很多免費的VPN程式 但它們的安全性沒什麼保障 所以如果要用的話 就一定要選一個專業的VPN程式來用 Shafter是全球100多個國家 有3200多個伺服器 還有最安全的加密技術 而且性價比例還是市場上最高 所以如果你沒用過的話 就快點下載來試試吧 現在用我的優惠買BVLM去登記 還有5個月的免費使用 大家可以click下面info box的link去申請 下一個電器就是我很喜歡很喜歡的雪櫃 一直以來我都在家裡有一個這麼大的雪櫃 現在我終於可以擁有了 其實為什麼要買這麼大的雪櫃 因為始終在外國生活 你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買菜那些不會像香港那樣方便 通常每次去就起碼要買一個星期的東西回來 好像我們這邊的朋友 他們很多時候家裡都有一個普通的雪櫃 然後他們會另外再買一個大的冰櫃 我們有想過如果我真的買一個普通的雪櫃 再加一個冰箱的話 其實那個價錢跟我一次過買一個大雪櫃回來 都不差得很遠的 所以我們就決定買一個大的雙門雪櫃回來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雪櫃是放在飯廳的 因為我廚房那裡真的沒有這麼大的空間去融立它 所以我們考量過之後就決定把它放在飯廳了 市面上其實都有很多美式雙門雪櫃 但最後為什麼我會選這一部呢 其實有很多原因的 容量方面其實這些雙門雪櫃都大同小異 我這一部有635億的容量 左邊是冰櫃 右邊是普通的雪櫃 我們可以自己在雪櫃裡 調節兩邊雪櫃的溫度 首先因為英國的能源費都比較貴 所以我們買這些電器的時候 都有特別去看看它的能源標籤 我發現很多這些大雪櫃的能源標籤 都是E或F的 而我現在這一部就是D 所以在這一類的雪櫃裡 它的能源標籤其實算不錯 另外因為要放在廳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不想買銀色的雪櫃 我和韜叔叔都希望買到一部黑色的雪櫃 所以顏色方面我們就鎖定了要買黑色的 另外這些雙門雪櫃絕大部分 都是內置了一個針水的功能 而這個功能其實有好也有不好 它的好處就是你可以很方便 你要針凍水或者要拿冰的時候 按個劑就已經可以做得到 但它有一點點不好的地方 就是這類雪櫃絕大部分 都是需要直接駁到水喉裡 當雪櫃和水喉接駁了之後 無論你是針水還是弄冰 那些水都是在水喉裡直接出來 不會有過濾 而且規限了一定要放在靠近水喉的位置才可以 但在英國絕大部分的地區 它們的水都是硬水 如果你不做過濾直接喝的話 味道就會不太好 而且我覺得直接喝水喉水 就不太衛生 我們現在買的這部雪櫃 它就不需要駁水管 它是內置有水箱的 我可以將過濾了 又煲好的水 直接倒進水箱 然後讓它來出水 或者是製冰 這方面可能有些人會覺得不方便 因為你需要專門去煲水 然後又去倒水 好像搞多了一層功夫 但我自己覺得這樣的水 我會喝得比較安心 所以我就專門選擇一個 有水箱不需要駁水喉的雪櫃 自從買了它之後 我們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就沒有太多限制了 完全不用擔心 家裡的雪櫃會不夠放東西 接下來介紹的電器 我都可以拿上手給大家看 首先有這個電磁爐 它是Buno出品的 所以你看到它的顏色 還有外形都比一般電磁爐漂亮 來到這邊之後 其實我自己就很喜歡火鍋 我本身已經帶了Buno 很多人擁有這個多功能電熱鍋 但鍋的容量比較小 如果只是我們一家四口去火鍋 當然沒問題 但當我想請朋友過來的時候 那個鍋就真的不太夠做了 於是我們這時候就要出動這個電磁爐 這部機的操作很簡單 你看到它只有一個開關鍵 還有這個鍵來做調教 它有五段的火力調節 亦可以配合不同的鍋具去使用 它除了像一般的電磁爐一樣 是給你加熱之後 去到煮東西或者煮東西 打火鍋之外 它還有兩個特別模式 第一個就是油炸模式 就是給你炸東西吃的時候用的 另外它有一個保溫模式 它這個鍋子 就是可以讓你設一個倒數計時的功能 你可以選擇五到二十分鐘的時間 去做倒數計時 就方便你煮東西吃的時候 不需要特別看火 它夠鐘就會自己關火 除此之外它還有五個安全功能 首先它有一個兒童鎖 另外它有一個自動斷電功能 當那部機開啟了兩個小時 你都沒有攪拌過它的話 它就會自己斷電 有一個窩具探測功能 當它感應到你沒有放任何東西 在它上面的時候 它就不會加熱 第四個是它會做一個異物探測 如果它感應到你放上去的東西 並不是窩具的時候 它也不會加熱 第五個是它有一個過熱的斷電保護 我昨天上網看它是英國和香港 其實都可以買得到的 然後這個大步一點 它就是一個壓力鍋 以前在香港住 出去吃飯或叫外賣 實在太過方便了 所以當時這個壓力鍋對我來說 是沒有什麼吸引力的 但是帶到來英國之後 它就非常有用了 我用它來煮食 不用看火 不用怕煮乾水 按按鈕之後 我就可以繼續回去找仔 然後它也幫我大大縮短煮食的時間 我最常用它是用來煮湯和煮食 它的操作很簡單 開著之後 你就可以自己選擇要哪一個功能的煮食 可能你需要用壓力的烹調 用低溫慢煮 還是蒸東西燉東西補溫 選完之後 你就可以再選擇相應的食材 選好之後 你就可以走開等它自己煮 另外它也有一個特殊模式 可以讓你煮飯煮粥 做一些焗蛋糕之類的功能 對於不太會煮飯的人來說 壓力也是一個不錯的幫手 它裏面是內置了35個烹調模式 你也可以按自己的喜好 去調整壓力和烹調的時間 最後一樣 就是這個無線抽油煙機 剛才我都提到 過到來之後 我很喜歡打火鍋 但打火鍋 小不免會搞到家裡煙霧瀰漫 還有我覺得英國這邊的抽油煙機 好像強力不足夠 有時候我要煎魚或煎牛扒的時候 其實都會搞到油煙味非常非常厲害 整個屋都會聞到 這個時候 無線抽油煙機就很幫到我手了 這部機的體積是非常輕巧細小 它除了可以無線的使用 也可以有線的使用 操作方面也是非常簡單 因為整部機只有一個按鈕 你可以用這按鈕去選擇自己想要的強度 它是有高中低三個強度去選擇的 開啟了之後 它的聲音 這個是最低 這個是中間 這個是最大的 噪音就比較強 如果平時跟朋友聚會 你要寒宵或打火鍋的時候 你開啟了這部機 其實就不能選到最強的模式 因為如果你用最強的力度 其實你都聽到它是有點吵的 就會妨礙大家聊天 這部機是法國設計師設計的 用的時候 把它放在你需要抽的位置 開啟之後 它就馬上可以幫你抽走那些微動 它有活性碳濾網 還有油脂過濾網 活性碳濾網可以幫你剩下空氣 油脂過濾網可以幫你左隔油脂 這個活性碳濾芯用到差不多需要更換 官方網站就說它6片濾芯 大概可以給你用500個小時 不知道500個小時是用哪種強度幫你計 但因為我不是天天用的 所以一片濾芯 我想都可以用到一段長時間 雖然這部機是很方便 但網站也寫明是不建議大家 明火煮食的時候把它放在旁邊 最好就是配合電磁爐去用 以上這5樣就是今次跟大家分享的家庭電器 不知道大家對哪樣有興趣 還是全部都沒有興趣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和我聊聊天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接下來Facebook IG 和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